Hello 我是Luckluckluck 今次講講PND新的高難度關卡 看看Banner 未知新星 新層數的 這條綠色的蛇蛇的樣子 PNDAE就說14號下星期一 8點鐘 看錯應該是12點鐘 11點鐘 新的技術地下城 未知新星 超重力 NOCON 新層數永黑的萬龍登場了 而打贏的話是有個稱號Challenge挑戰 叫萬獸的稱號 好 先看看 稱號Challenge時間是明天下午6點鐘開始 OK 先看看 未知新星 萬獸的永龍 雖然實裝時間是下星期一 但Challenge挑戰這個萬獸Challenge 是明天下午開吹的 限時時間25分鐘 OK 先公開 看看層數 99看15層 而這關要打完仓窮的千龍CLEAR之後才會出現 打完之後什麼報酬呢 首先有萬獸龍的不知什麼鬼 再加上打完之後送回10 必跌10個聖誕的彩龍 加上 潛覺SB、PASIPUS這一類的潛覺覺醒 OK 超重力是未公開就未知的似乎 但拆連時間是由11號的6點鐘到23號的晚上的11點鐘 25分鐘來說都算是短的 而這個稱號的樣子呢 看一看萬獸這個稱號 整個長輩圖的feel 各位 覺不覺? 長輩圖那些什麼早神 萬獸無疆 超級白癡 這些給什麼人用啊? 給老坑用啊? 嘩 等等先 縮小 這個萬獸的稱號真是小棘 萬獸 無論設計兼字體都是長輩圖的feel 解完這個顏色跟回千手都ok的 千手處間feel 但萬獸加盟這個顏色呢 根本是早神啊 那些什麼平安的萬獸無疆 蓮花長輩圖的feel 搞不定 好不要緊 先看看萬獸龍的能力 作為第三條的未知龍 即是新的古能道關系列 我想都不差的 看回是木屬聖 10顆聖 黑相太古的萬獸龍 變身前迷 進化前系武裝來的 防綁自回4顆 加上3顆木橫牌 14 17CD技 即是全解技兼火花木火花技 好 究竟之後是這樣的 本體方面是這樣的 整個形狀是龍蛇混體的 似什麼個人認為幾像一隻生物 科莫多龍 感覺上整個feel是積極的 而覺醒方面是狗餅4橫牌 那麼低火力 甚至加上覺醒也是兩個狗餅 加上支斗4橫牌 火力方面就還好 好 近似10婆龍島 17CD是進化Skill 進化前系全解劍加速 進化之後怎樣呢 進化之後6CD全版木火花技 OK 我想全遊戲最短的全版火花技 應該誕生了 6CD全版木火花技 變相6隻可以loop 但升6隻呢 個人認為將會非常之地獄 這個升技方法 但毫無疑問都是高勤力高回報的寵物 我想官方都是想各位刷一刷 而隊長方面是2配血半減15配攻 毒無效異議 沒有加算沒有追打的 好 那就沒有了 新高難度關萬獸龍的情報就到這裡 總結來說本體方面是快刷系統 但本身隊長技沒有追打的話 6隻這樣砌就不是特別好的方法 但毫無疑問地6CD全版技是非常之不錯 而至於關卡方面 差量主要是明天開始 25分鐘來說以分新關都算短 但沒記錯千獸龍都是25分鐘 今天這次也是超重力 便上依然都是碟加型隊長的世界 所以也希望不要打 而報仇都OK 有十正聖誕彩龍兼啪事啪事 這些見譜 至於最珍貴的稱號方面 這個萬獸個人是怎樣看來還是對啊 我覺得字態太過長輩圖感覺 而綠色的把牌關在名下接著 就像頭上戴上綠帽那樣的感覺 啊,所以男士們都是多忌忌都不頂 好,那新的萬薑龍,萬獸無疆,萬薑龍就到這裡先 而下面可以講講昨天的,不是前天的,不是大前天的新進化 時龍契事Miller加上Adena是有新的調整的 看不看,Monster進化情報兼能力調整,是不少的,我們進化講講 首先是雷王神Hera,這隻是無課金寵降臨寵來的 新的武裝是用或暖神進化,而強到如何呢? 轉光屬L字兼深強發光強化兩顆,8CD加速一回合 嗯,還好啦,主要轉光屬用,畢竟目前都少 第二隻是原武Memmae的新進化 Memmae的耳環,用色星龍的 SB兩顆加血兼暗環排兩飛 9CD技兩彎的威嚇技靚技,靚武裝 以系列神來說,非常靚,覺醒方面 今為技能多威嚇技都不錯 而下面就是強化,進化方面是兩位移椅 強化方面怎樣呢?首先是燈龍啓示Miller大Buff 縮回腰字變回10C,加上覺醒方面是多10C是沒有的 即是雙10C雙7C兩腰 4CD技生成兼加手指加攻的 道長技是4combo以上加攻加回20倍 深10字擊減兼4C加算 OK,深10字向的 在4C加算之下都容易玩少少 再加上20倍攻回都是蠻特別的 20倍回啊 假如用到的話都蠻瘋的 20倍回啊 好,燈龍啓示的懷錶方面加回U字 OK 而黃黑龍的本體方面加回SB 6SB9柄加回…嗯都還好 8CD技有加速兼生成9顆是挺正的 但8CD系統不到啦 OK,下面 阿典拿原版進化前方面加回U字阿叔 6個U字4SB加10C 火力方面都還好 11CD技是威嚇技3回合 加上兩彎的貫通技加回都還好 而極醒之後是阿叔的U字也是 但加回的雲來成劍10C是沒有的 所以變相火力方面都不算很高 隊長技3配血輕減沒有加回 所以都還好啦 而技能都不翻的 4CD變回3CD加回加攻兼生成技都OK啦 而武裝方面變回大眼鏡 OK,算不錯的 下面是MP重的阿微炎柱神 覺醒方面沒有buff…沒有buff…沒有buff… 那加回什麼呢? 我加回10C,OK 而武裝方面加回神Q啦 謹之以… 再下面的是… 究竟方面的炎柱神 覺醒方面變回10C 10C、雙、10C有沒有30C呢? 是有的30C眼鏡 和目前的高空火傷色都很搭 技能沒有buff到對長技都一樣的 嗯…覺醒用 而武裝方面加回… 嘩… 加回邪魔仔 拜拜 而水柱神是加回… 噩摩Q啦 究竟方面還未buff…任何東西 好像buff…些什麼…啊… 對呀…深強化意義 OK 拜拜 加回血意義 武裝方面都是加回深強化意義 而地柱神方面進化前加回10C 進化之後武裝方面加回體力Q啦 而救進之後變回4CD技呀 5CD變回4CD 4隻可以loop 畢竟這位本身是周圍用的 加上10C強化之下4CD技的話呢 打回極連關這些是幾好loop啦 武裝方面加回個治癒兩飛 下面是… 空禍龍都有 成為500萬的NP重 空禍龍都有buff 覺醒方面加回… 7C是不是2飛呢? 對啦…7C2飛合共是6飛的可以 67C兼2腰 可力方面都不錯的 畢竟不翻兩倍功 而8CD技是輕減2回合6%算大 又加攻加回3C加算 都不錯啦 隊長技不翻到2.2倍血 換算法應該有4.4倍血 只是6秒手指依然都不易用啦 最後是咩咩原武的本體方面加回個10C 10C9餅貫通又橫牌好集會化 3維加回一些還好 9C的技威嚇技都還好 隊長技3色激減變相5色 畢竟是指定的 加上都不易用啦 好強化方面就到這裡先 個人認為強化也有的 但主要都是壓縮腰子、心強化這些為主啦 即是符合現時環道 這位強不強就沒有哪隻兩眼 畢竟在大火力時代之下 這一類30C都是經以常見化的啦 好,那進化情報就到這裡先啦 總之目前PND重頭戲的應該是明天的新關卡 永克的萬龍啦 雖然稱號方面個人認為今次不算很吸引 但無論如何都會試一試玩 所以今個星期六日可以挑戰一下啦 因為個人好不好意思是一至五都是時間不好 所以變相出片方面都是以星期六日為主啦 而各位假如有興趣follow我平時的日常的話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的話 都不妨follow下我的IG啦 好,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做影片的希望給你們訂閱我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